本期视频由李游原创制作 两眼又好看的美食让人们享受到了吃的另一种乐趣 与之相反 一些另类的创意却让人们难以恭维 简直配得上黑暗料理的头衔 这些黑暗料理并不以难吃闻名 而是以难以下口煮成于世 或许大伙对于日本料理的感觉是这样的 精致 另一种风味 就像是寿司店里的寿司往往价格不菲 但是却相当精致 但是有一位朋友到了日本以后 听从周围人的建议 去吃日本的特色美食 珍珠 原来这位朋友对于这个名字独特的日本美食 还是相当充满期待的 但是当菜品上桌的一瞬间 这位先生就彻底贵了 因为他的菜品是这样 大伙会不会觉得这外观真让人无力吐槽 虽然我们都知道 平时我们吃的肉基本上都是猪肉 菜桌上的猪肉也不会让大伙感到难以下口 但是真的将菜做得和一只小猪神似的时候 小编却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 只能说难受香菇 虽然都知道这是面粉做成的小猪 但是当做得这么神似的时候 中国顾客表示 还是过不了心里的坎儿啊 朋友 如果是你 你能下筷子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